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欢迎来到禅艺 在观察与交往的广阔舞台上 人们常能迅速辨识出 那些似乎难以施展才华的个体 其根源往往深植于三个显著 而共通的弱点之中 此洞察之精准,令人叹服 在日常的画卷与职业的征途上 我们难免邂逅各式人物 其中不乏一类 他们给人的印象总是利有不歹 仿佛命运的枷锁束缚了他们的手脚 实则,这并非全然源于能力的匮乏 而是性格的瑕疵悄然作祟 今日,让我们一同剖析这三大通病 审视自身 看是否有幸避开其锋芒 首先,谈及责任感的缺失 不禁让人一起 儿时那则寓意深远的预言 狐狸与篱笆的邂逅 故事中 狡黠的狐狸试图跨越高耸的篱笆 却因利有不歹而险些失足 千军一发之际 他抓住了强威的藤蔓 以求之称 却不料被尖锐的刺所伤 随即怒不可遏 责怪强威的无情 狐狸的愤怒 源于他对自我失误的逃避 忽略了若非强威 他或许已跌落更深的深渊 同理 那些缺乏真才实学者 在遭遇挫折时 往往急于推卸责任 将失败归咎于外界 而非自行 古语云 小人无过 君子长思己过 真正有能力之人 总是勇于面对自己的不足 通过深刻的自我反省 不断磨砺 日真完善 在观现实职场 桑尼的故事 便是这一现象的生动写照 作为名牌大学的娇子 他出入职场时满怀憧憬 却未曾料到 自己并未如预期般受到重用 反观那些学历平平的同事 却步步高升 桑尼心中不愤 常向闺蜜抱怨 公司的不公与领导的短视 认为自己明珠暗头 然而 在闺蜜的耐心引导下 他开始审视自身 是否真的已精通公司的各项业务 能否独立完成客户合同的撰写 这一连串的质问 如同镜子般映照出桑尼的短板 原来 他自是学历优势 工作中往往眼高手低 大项目难以驾驭 小任务又不屑一顾 最终一无所成 幸而 桑尼并未沉溺于自怨自艾 而是在闺蜜的鼓励下 重拾初心 从基础做起 他认真对待每一个项目 下班后 更是加班加点学习合同撰写 不断提升自己的业务能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 桑尼的努力逐渐显现成效 工作表现日益出色 终于赢得了领导的认可与重用 此番转变 不仅是对桑尼个人成长的见证 更是对那三大通病 深刻反思的生动实践 他告诉我们 无论身处何境 唯有勇于担当 不断自省 脚踏实地 方能在人生的舞台上 绽放属于自己的光彩 时至岁末 桑尼终于达成了 他职业生涯中的一次飞跃 升职加薪 梦想照尽了现实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不乏如桑尼初识般的人 每当遭遇不顺 首当其冲的 便是归咎于外界 自我反省之门 却悄然紧闭 他们习惯于将责任推诿于他人 无论是伴侣还是同事 唯独不愿正视自身的不足 这样的心态 无疑成为了成长路上的绊脚石 试想 若桑尼持续以敷衍色泽的态度 混迹职场 其结局必然是黯然离场 幸而 他即使醒悟 调整心态 以更加端正和专业的工作态度 逐步蜕变为业界的一颗璀璨新星 谈及格局 我的祖父常以其深邃的人生智慧启敌我 告诫我应胸怀宽广 勿让狭隘之心束缚了前行的脚步 他爱引用一个生动的比喻 身处一楼 他人的指责如同刺耳噪音 令人愤懑 而当你攀登至六楼 那些声音或许只是风中挑来的问候 极致十楼之巅 你眼中唯有壮丽的风景 那些琐碎的指责早已随风而去 无迹可寻 这深刻地揭示了 个人的情绪与事业往往受限于 其所处的高度与胸怀的广度 缺乏能力之人 往往亦被所失所累 即便是工作中多承担的一份责任 也能激起满腹牢骚 甚至误解为上司的偏见 相反 真正的强者 面对额外的工作 总是以积极的态度 使之为成长的契机 这份信任与重视 让他们更加奋发向前 最终赢得更多重任与挑战 逐渐拉开与他人的距离 历史上 王羲之以黄庭经换白鹅的家画流传千古 这背后不仅是艺术价值的交换 更是格局与眼界的展现 试想 若那人不具此等胸襟 岂能有幸获得如此珍贵的莫宝 同样 齐白石欲以化作一白菜的尝试 虽未得偿所愿 却也映射出世间百态 真正的价值往往难以被及时识别 而能否拥有那份超脱于物欲之上的格局 决定了我们能否把握住生命中的每一个白菜背后的黄庭经 因此让我们学会拓宽视野 提升格局 不为所失所困 不为名利所累 以更加开放和包容的心态去拥抱这个世界 相信终有一日 我们也能在人生的画卷上留下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我深感 有必要对您表达一番严肃的教训之情 竟妄想以区区一幅画作轻易换取我的白菜 这念头之天真 实属罕见 最终 那位商贩未能如愿以偿 待事后方知 那看似平凡的老者 竟是享誉画坛的巨匠 齐白石 对白石先生而言 失却一颗白菜 不过是生活小插曲 而对商贩而言 则是与一幅价值连成 或可达数十万之巨的艺术真品 擦肩而过 商贩之所以拒绝交换 根源在于其视野的狭隘 试想 若人心胸宽广 即便那非绝世名化 援手他人 患得一份温情 又有何不可 由此可见 个人成就之高远 非由身份地位所限 而在于胸襟与格局 唯有心怀宽广之人 方能行稳致远 此事亦映射出一个真理 个人的格局 往往预示着其未来的轮廓 正如花盆难遇参天幕 遇成大器 必登高望远 拓宽视野 世人皆知远见与理性之贵 然真正践行者寥寥 譬如 保持长远眼光 驾驭自我欲望 这看似简单的智慧 对缺乏病例者而言 却是难以逾越的鸿沟 我目睹周遭诸多有人 在时代的浪潮中 随波逐流 盲目追逐那些 看似光芒万丈的泡沫 譬如近期的虚拟货币热潮 不少朋友 被其诱人前景蒙蔽双眼 不惜重金投入 梦想一夜暴富 而与此同时 那些深谙市场规律的高手 则悄然布局 利用市场波动 大赚特赚 诚然 追求财富的梦想值得尊重 但若无坚实基础 一切皆是幻影 在这场游戏中 跟风者或许能短暂领先 但终将被市场的巨浪吞噬 再如网络上铺天盖地的百万年薪 财富自由等营销噱头 许多人未经深思 便盲目跟风 殊不知这背后 多是精心设计的陷阱 唯有那些眼界开阔 思维独立之人 方能洞察真相 不为所动 钱中书先生有言 读书之外 更需学会在不同情境下运用独立思考的能力 这正是许多人在追逐名利时所缺失的 他们盲目跟从潮流 最终却发现自己仍在原地踏步 因此 我们应当铭记 真正的成功 源自于内心的格局与智慧 而非一时的跟风与盲从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保持清醒的头脑 坚持独立思考 方能避免成为他人砧板上的鱼肉 真正走向属于自己的辉煌未来 在人生的广阔舞台上 真正有能耐的个体 展现出一种超凡的洞察力与决断力 他们擅长于洞察时局 精准把握每一个稍纵即逝的良机 同时又能抵御浮躁资本的诱惑 于关键时刻屹立不倒 以冷静的头脑和深邃的洞察力 牢牢锁定那些能够改写命运的真正契机 最终成就一番不凡事业 赢得人生的全面胜利 经过深思熟虑 我提炼出无能之辈长线的三大泥潭 其一 思维受限 如同井底之蛙 难以窥见更广阔的天空 其二 逃避深入探索 满足于表面功夫 缺乏钻研精神 其三 盲目跟风 随波逐流 失去了自我方向与判断力 若我们不幸沾染这些陋习 务必以此为鉴 即刻自我反省 勇于改过自新 生命宝贵且短暂 我们降临于世 旨在不懈奋斗 实现自我价值 与其重蹈覆辙 成为无能的复刻品 不如主动汲取智者之精华 效仿其坚韧不拔之志 与卓越形式之风 开辟一条独属于自己的辉煌之路 我们需从思维层面挣脱束缚 拥抱开放与包容 以远见着实 超越眼前得失 规划长远蓝图 在学习上 应勇于直面自身不足 以谦卑之心 接纳外界的声音与智慧 用脚踏实地的努力 不断充实自己 让知识成为攀登高峰的阶梯 心态上 保持理性与独立 面对诱惑时 坚守道德底线 不为短暂的风光或潮流所动 始终把握自己的方向度 唯有如此 我们方能铸就坚实的本领 手握通往成功之门的金钥匙 即便起步较晚 只要持之以恒 定能超越那些 停滞不前的所谓能人 人生的旅途漫长而多彩 唯有怀揣谦逊与好学之心 方能不负青春韶华 勇往直前 诚然 成为一位真正有本事的人 是一条充满挑战与魔力的征途 他要求我们 在时间的洗礼中不断成长 历经风雨而愈发坚韧 但只要我们从现在做起 从思维的拓宽 学习的深入 以及独立判断力的培养入手 我们的内心将日益强大 本领也将日益厚实 最终蜕变成为 那个令人瞩目的杰出个体 展望未来 或许有那么一天 我们将成为后来者口中的楷模 以自身的成就 为后来者照亮前行的道路 梦想是驱动我们前行的力量 正如拿破仑所言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 不是好士兵 怀揣远大之下 我们方能无畏前行 拥有更广阔的视野与胸怀 让我们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共同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天章 他们倾向于屹立于更为辽阔的视野之巅 深邃地洞察全局 精准捕捉时代的每一次脉动 顺应着历史长河中 那股不可阻挡的洪流 他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时代的弄潮儿 机遇仿佛被此时吸引 助他们破浪前行 在挑战与魔力中茁壮成长 最终蜕变为行业中的佼佼者 拥有宏大格局之人 即便置身于风雨飘摇的逆境 亦能泰然处之 心中不灭的是那盏希望的灯塔 指引着他们以坚韧不拔之志 持续前行 直至梦想的彼岸 须知 世间从无声而知之者 每一份令人瞩目的成就背后 皆是汗水与自律的累积 唯有不懈追求 方能遇见那个更加卓越 令人钦佩的自己 反观那些未能展现卓越才能之人 往往受限于若干共性之弊 若你察觉自身 亦存此类瑕疵 切勿迟疑 即刻着手修正 因为正是这些细微之处的转变 将成为你通往成功路上 不可或缺的基石 人不狠 站不稳 在这些事上太心软 会害了自己 常言道 人不狠 站不稳 之所都难以寻觅 强者 以不屈之志捍卫所有 弱者 则在风雨飘摇中 难保自身诸全 人生诸多遗憾 往往源自于心软成疾 过度慈悲 反成自困之网 你以温柔待人 却可能遭遇世间凉薄 如此 岂非将自己 置于被动之境 世人常叛救世主降临 殊不知 真正的救赎 只藏于己心 外界风雨交加 他人之力终有限 唯有自我强大 方能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盾 而这份强大的基石 便是病气心软带来的懦弱 重塑自信自强之魂 心不坚 则不难稳 在诸多抉择面前 心软往往成为自毁的利刃 其中 有以不懂拒绝为处世之大忌 自幼年起 我们便被教导以和为贵 尽量满足他人之需 以求留下良好印象 然而 踏入社会这所大学 方知此道非常久之际 一味迁就 只会让人得寸进尺 使你之善为可欺 长辈师长的初衷虽好 却忽略了现实的残酷与复杂 他们或是出于保护幼小心灵 或是便于管理 却无意间拨下了依赖与软弱的种子 在江湖行走 须有明辨是非之志 勇于在关键时刻说不 方能避开纷扰 守护自我疆界 再者 行事若过于优柔寡断 妇人之人 终将自食其果 无论大事小情 皆需审时夺势 果断决策 以免错失良机 回望历史长河 楚汉相争之初 刘邦已若是人 项羽则势不可挡 鸿门宴上 范增至迹欲除刘邦 项羽虽听其言 却终应一念之人 错失良机 此例警示我们 即便是日常生活所示 亦不可过分心软 当断则断 方能避免后患 因此 行走于事 须以坚韧之心 助就无畏之躯 在拒绝与决断中找寻平衡 让心灵在坚强与温柔间自由穿梭 方能在人生的旅途中 既不失温度 又不失力度 稳健前行 我特此颁布诏令 邀刘邦共赴圣宴 而刘邦 深知此宴暗藏锋芒 虽心存畏惧 却不得不负 内心已暗自盘算 此行或将是他命运的终章 然而 鸿门宴中风云突变 项羽一念之间 杀意转弹 转而渴望与刘邦在辽阔战场上 以堂堂之阵 正正之旗 一决雌雄 此念一动 刘邦的命运轨迹悄然偏移 得以逃脱生死之劫 重返坝上 重整旗鼓 招募兵马 随后 在汉初三节的鼎力相助下 刘邦势如破竹 最终战胜了项羽 一统天下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放虎归山 后患无穷之典故 项羽一念之人 放走了未来的静敌 而刘邦 则以其坚韧不拔 冷酷裹绝 最终成为了笑到最后的王者 两者对比 项羽的妇人之人 与刘邦的狠辣决绝 胜负早已注定 刘邦行事 最继优柔寡断 他深知时机稍纵即逝 一旦错失 便可能万劫不复 这种对时机的敏锐把握 与果断决策 是他成功的关键 反观历史长河 东汉末年 曹操与袁绍逐鹿中原 关渡之战成为决定北方命运的转折点 战初 袁绍兵强马壮 看似胜券在握 却因性格中的犹豫不决 错失良机 最终败北 失去了争霸天下的可能 曹操对袁绍的评价一针见血 色力胆薄 好谋无断 见小力而忘命 非英雄也 这一评价深刻揭示了袁绍失败的根本原因 缺乏决断力 反观曹操 正是凭借其雷厉风行的作风和关键时刻的果敢决策 才逐步奠定了北方霸主的地位 由此观之 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历史洪流中的国家兴亡 雷霆般的决断力与摆脱妇人之人的果敢都是不可或缺的 我亦曾深陷迷茫 四处游历 接触百态人生 最终领悟 那些生活的风生水起之人 往往是对自己最为严苛 敢于在关键时刻对自己下狠手的人 记得在一次文学聚会上 我有幸结识了一位年余五旬的文学新秀 他虽仅有小学文化 却凭借不懈的努力与对自己近乎苛刻的要求 在文坛展露头角 他的故事再次印证了狠的下心 方能成就非凡的道理 因此 我们应当铭记 在追求梦想与目标的道路上 唯有摒弃犹豫 拥抱果决 方能在人生的战场上立于不败之地 让胜利的天平永远向我们倾斜 怀揣着一个成为作家的璀璨梦想 他踏上了不懈追求的征途 为实现这一目标 他鼓起勇气 将稚嫩的独厚感置于众人目光之下 尽管那篇作品言辞生涩 逻辑如同迷宫般令人困惑 连一贯沉稳的主持人都忍不住调侃 这是读书会上难得一见的独特之作 然而 挫折并未使他退缩 反而激发了他更坚定的意志 每日 他雷打不动地沉浸在书海两小时 笔更不错 力求每日三篇 同时将作品分享至社群 虚心接受每一次点评与指证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文字逐渐褪去青涩 变得愈发深邃而富有力量 吸引了众多读者的青睐 邀约稿件分至他来 如今 他已跻身多个知名平台的签约作者之列 儿时的梦想终得实现 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这背后 是他对自己无尽的鞭策与严苛 证明了 唯有对自己足够狠心 方能挖掘出深藏的潜能 将一切不可能转化为可能 在优秀者的背后 往往镌刻着狠心二字 那是一种对自我极限的挑战与超越 而在这个纷繁复杂 真假难辨的世界里 时间如同公正的裁判 默默记录着一切 人与人之间的相遇 既可能是温馨如春的善意交汇 也可能是寒风凛冽的冷漠擦肩 爱情 这朵世间最绚烂 也最莫测的花 时而甜蜜如初 许下山盟海事 转瞬间 也可能化作刻骨仇恨 各奔东西 它如同变幻的天气 让人在希望与失望间徘徊 但正是这份不可预知 让爱情更显珍贵 我们或许都曾遭遇过 那些看似坚不可摧的心墙 因爱而悄然开启 却又在不经意间 被利用与背叛的利刃所伤 但请记得 每一次伤痛都是成长的催化剂 让我们在泪水中学会坚韧 在痛苦中领悟宽容的真谛 当岁月悠悠 亲人渐行渐远 回望来路 我们会发现 生命中的每一次遇见 无论悲喜 都是塑造今日之我的宝贵财富 因此 在未来的日子里 让我们学会更加珍视自己 不仅为了那些 给予我们温暖与光明的人 也为了那些 让我们在风雨中学会站立 在泪水中学会微笑的经历 在人生的下半场 带着一颗更加成熟与坚韧的心 继续前行 在珍惜与感恩中 书写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在人生的广阔画卷中 我们渐渐领悟 不应再为那些轻如红毛的情感与琐事 委屈了尊贵的自我 更不应以此自伤 是时候 学会优雅地释怀过往的执着与遗憾 以无谓的姿态拥抱未来的无限可能与挑战 我们应当沉静地做自己 绽放真我之光 不再受外界纷扰的束缚 因为在这漫长旅途中 唯有自我 是永恒不变的伴侣 共力风雨 同享阳光 请铭记 爱自己 是这场生命盛宴中最精致的礼仪 真是每一分每一秒 它们如同散落的珍珠 串联起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事 勇敢地去追寻那些深藏于心的梦想与幸福 不让生命的画布留下遗憾的空白 曾几何时 我们或许在情感的迷雾中迷失方向 忘了初心与归途 如同临间迷路的小路 彷徨而迷茫 但生活的智慧终将引领我们 学会割舍不必要的负担 心灵得以轻盈 不乏方能坚定 我们应当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遵循内心的法则 不再沉溺于不切实际的幻想与空想 而是脚踏实地 用行动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天章 每一次努力 都是对自我价值的肯定 每一份坚持 都让生命之术更加枝繁叶茂 回望过去 那些欢笑与泪水交织的日子 已化作心间最温柔的印记 我们感激那些同行的身影 他们教会了我们爱与被爱 珍惜与放手 同样 我们也对那些挑战与伤痛心存感激 因为他们铸就了我们坚韧不拔的品格 让我们在成长的路上更加茁壮 面向未来 我们怀揣着爱与梦想 即便前路不满荆棘 也坚信能够勇往直前 开创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 因为心中有爱 眼中有光 便能照亮前行的道路 让每一步都充满力量与希望 总而言之 于这纷繁世界之中 愿我们都能学会珍惜 珍惜自我 珍惜周遭的一切美好 不再为无畏之事迟出不前 而是勇敢地迈出步伐 追求那份纯粹而真挚的幸福 如此 方能在生命的舞台上 绽放出最耀眼的光芒 活出最真实的自我 拥抱那梦寐以求的生活 愿世间每一颗心灵 在岁月的长河中悠然航行 最终都能抵达那片 专属于他的幸福港湾 在那里 心灵得以安宁 梦想得以绽放 每一个清晨 都伴随着希望的光芒醒来 每一个夜晚 都沉浸在温暖的怀抱中入眠 这不仅是一个归宿的寻觅 更是一场关于自我发现 与成长的壮丽旅程 让每个人的生命之术 都能在爱的滋养下 茁壮成长 结出累累硕果 如此 方显人生之美好 幸福之真谛 岁月悠悠 福则自显 观之老者 若聚此三行 福止不妖而至 年岁虽长 衣食丰足 然心绪不宁者众 似乎陷入了物极必反 之困境 因无缺而感空虚 乃至以老自重 将原本温馨的生活 搅得纷扰不宁 古人有云 幸福非求而得 为乐享生活 福自治之 诚然 世人皆盼 年岁欲增 福气欲浓 故学习如何积福 实为晚年之药物 首要之福 源自家庭和谐 由众夫人之道 此夫人非特指配偶 而是广义之家庭纽带 与有福之人同行 受其熏陶 自身亦能福则绵长 且能惠及周遭 使恶缘远离 善缘汇聚 亲君子而缘小人 此为人际之家境 实则 最亲近之夫人 首推双亲 古人云 家有一老 如有一宝 孝顺父母 圣四远赴灵山求佛 孝心所至 家庭和睦 父母安康 子孙成欢 外人也因你之孝行 而心生敬意 乐于相助 若父母已逝 亦可将此孝心 转于长辈或虚助之弱者 此亦家庭之福 赐者 子孙绕息 天伦之乐 老年之时 虽或虚助力育儿 然此中乐趣 亦是晚年一大未解 养育之恩 反哺之情 平日对儿孙多加关怀 他日年迈 自有人成欢膝下 此乃人生最稳妥之退路 即便不求回报 但见子孙茁壮成长 心中亦是无限宽慰 再者 手足情深 亦是晚年之宝贵财富 岁月如梭 与兄弟姐妹相聚时光 愈发珍贵 常相聚 情沟通 相互扶持 这份血浓雨水的情意 是任何物质 都无法替代的温暖 综上所述 老者之福 非天外来物 实乃源于家庭之和谐 子孙之孝顺 手足之情深 愿每位长者 皆能珍惜眼前人 享受天伦之乐 福寿安康 您所展现的 正是家族血脉传承的温暖力量 尤其对于女性而言 这份力量在晚年时化作探望手足的温馨之旅 哥哥姐姐的存在 如同生命中的奸世后盾 让家和万事兴的古训 熠熠生辉 家庭的繁荣兴旺 不仅映照出家族的荣耀 也为您带来了诸多福祉 正如风筑火势 财富的增长 让孝顺之举 更加得心应手 谈及为您谋福 或许您会认为 这宏大命题与己无关 作为一位长者 似乎难以触及 然而 造福社会往往始于细微之处 正如万丈高楼始于平地 社会的福祉根基 深植于每一个平凡人的善行之中 在上海长宁这片热土上 华阳路街道法院小区内 就有一位退休老人周荣华 他以实际行动 诠释了何为老有所为 周荣华老人 并未选择安逸的退休生活 而是积极投身于社区老年协会 成为法院分会的中间力量 他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小区内的茂蝶老人 如陈运秋夫妇 不仅帮忙取药就医 还耐心为他们讲述时事 让他们的生活充满色彩 面对王秀云老人的意外跌倒 他迅速行动 联系急救 展现了邻里间的深情厚意 至今 他已帮助了五位老人 不仅掌握了他们的日常状况 还细心保存了老人子女的联系方式 以备不时之需 更令人钦佩的是 周荣华老人 还亲自为小区内的困难老人理发 这份细致入微的关怀 如同春风话雨 温暖人心 他的善举迅速传开 成为社区内的一段佳话 相比之下 那些仅仅满足于自我娱乐 如跳广场舞 闲逛的老人 若能将这份活力 转化为对他人的帮助 将是对社会更大的贡献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 老年人也面临着 适应新生活的挑战 周荣华老人的故事提醒我们 无论是乘车出行 还是就医预约 都应积极学习新技能 减少对他人的依赖 同时 这也强调了家庭联系的重要性 子女应确保父母 能够便捷地联系到自己 以免在紧急情况下 手足无措 总之 周荣华老人的事迹 是对老有所为 老有所乐的生动诠释 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 无论年龄多大 都能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 也为他人带去温暖与希望 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让我们不忘初心 关爱身边的人 共同营造一个和谐 温暖的社会环境 关于财务支持 与现代生活适应的探讨 却属一桩须审慎对待之事 当子女通过微信转账 表达孝心 而长辈却以为收到 唯有表达不满 甚至责备子女不孝 这背后折射出的是 数字鸿沟与沟通误解 紧接着 长辈的言辞中 透露出对子女过度依赖 手机娱乐的担忧 强调应合理利用科技资源 如关注政务信息 学习正规服务平台的操作技巧 以及利用手机 拓宽知识视野 如生活小窍门 实用知识等 以此促进个人成长 与自我提升 在老龄化社会背景下 老年人虽年岁已高 但生活依旧需要活力与适应力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 唯有不断学习 方能不被时代所淘汰 正如古人所云 为善自受福 幸福并非外界赐予 而是源自个人的 积极追求与努力 即便世间真有售卖福气之说 也需个人主动伸手 去把握 自求多福这一股训 鼓励我们自强不息 以积极向上的态度面对生活 如此 福气自会如影随形 过往的沉寂与挫折 终将化作前行的动力 我们应怀揣希望 展望未来 积极改变现状 编织属于自己的幸福篇章 在数字时代 我们更应珍惜家庭与亲情 通过网络传递爱与关怀 同时不忘自我提升与感恩之心 清代学者陈伯雅有言 世人知足心尝静 人道无求品自高 这提醒我们 在物质与精神追求中 保持一颗知足常乐的心 方能拥有内心的宁静 与高尚的人格 历史亦不乏警示 如史记 赵世家所在资伯之力 贪欲膨胀终至覆灭 资伯因一己私欲 不断扩张 最终引发重怒 落得身败名裂 此故事告诫我们 无论身处何境 都应恪守本分 知足常乐 以免重蹈覆辙 综上所述 面对现代生活的挑战与机遇 我们应积极拥抱科技 不断学习心知 同时保持一颗感恩的心 珍惜眼前人 以积极向上的态度迎接 每一个明天 最终 人生境遇或致生死攸关 一无所有之时 若仍不知足 贪婪之心将如无底洞 吞噬一切 乃至宝贵生命 亦难幸免 唯有学会是可而止 珍惜并满足于当下 方能体悟内心的宁静与喜悦 拥抱生活的美好 世人常言 骑车者向往驾车者的物质风盈 而驾车者又羡慕 骑车者的自在逍遥 实则 此乃不知足所致 让人深陷欲望的泥潭 无法自拔 幸福 其定义因人而异 但满足之心 实为通往幸福之门的钥匙 世间万物 皆有其度 过又不及 唯有刚刚好方能成就生活的和谐与美好 因此 我们应当秉持知足常乐的心态 心怀感恩 以微笑面对周遭的一切关系 让心灵得以真正的富足与安宁 温饱无忧 健康平安 此等生活状态 实为人生之大幸 愿你我皆能珍惜眼前 常怀感恩之心 常存利他之念 远离纷扰是非 如此 好运自会不期而至 正如饮水思源 学有所成 亦当不忘施恩 此乃为人处事之根本 历史上 不乏因感恩 而重获新生的佳话 曾有一位英国企业家 商海沉浮后 家道中落 众叛亲离之际 幸得一位年迈老妇伸出援手 以微薄的房租为代价 给予了他一个避风的港湾 企业家心怀感激 自此对老妇人悉心照料 如同侍奉生母 岁月流转 二十载光阴匆匆 企业家虽未能立即东山再起 但其对老妇人的深情厚意 却赢得了最珍贵的回报 老妇人临终前 将毕生积蓄五十万英镑 悉数相赠 正是这份感恩之心 让他得以重燃希望之火 再次攀登事业高峰 试想 若非企业家心存感激 老妇人又怎会将毕生心血 托付于他 答案不言而喻 心怀感恩之人 其内心温柔而强大 眼中世界亦因此而更加光明 感恩 是幸福之源 它让我们的生活 充满温暖与希望 因此 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以一颗感恩的心 去拥抱每一个遇见的人 每一份经历的事 相信 只要我们心怀感恩 幸福与快乐 便会如影随形 不请自来 而那些懂得感恩的人 无论身处何种境遇 都能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与成功 在人生的旅途中 将心态转化为福祉的钥匙 再于摒弃无休止的抱怨 转而拥抱感恩之心 那些一味沉溺于过往遗憾 与未来迷茫之中的人 即便福祉降临 也可能因星境的阴霾而错失 真正的智慧 在于不沉溺于过往的遗憾 不迷失于未来的幻想 而是珍惜并感激当下的每一刻 常怀感恩 犹如心间明灯 照亮前行的道路 让灵魂在纷扰世间中 寻得安宁与温暖 世界亦因此绽放出 更加绚烂多彩的光芒 感恩之心 是通往幸福彼岸的坚实桥梁 它教会我们 在知足中品味生活的甘甜 古语有云 今日之闲 乃昨日之盼 逝者之望 成生者之限 人们往往习惯于 仰望他人的生活舞台 却忽视了自己脚下 同样精彩的剧本 殊不知 那些被我们不经意间 忽略的平凡日常 或许正是他人 梦寐以求的风景 因此 认识到他山之时 可以公寓 但更应珍惜自家之宝 亦能生辉 故事中的两只老虎 一球鱼龙 亦游鱼野 各自向往对方的世界 终致交换命运 却以悲剧收场 这预言深刻揭示了 人性中对未知的渴望 与对现状的不满 提醒我们珍惜眼前 因为最适合自己的 往往就是当下所拥有的 知足 是心灵宽广的源泉 是宇宙间最温柔的拥抱 它让生命之树长青 幸福之花长开 而包容 则是人生旅途中 最美的风景线 在短暂的生命旅程中 我们与各色人等相遇 相交 难免会有摩擦与不解 但正如佛家所言 一切相遇皆是因果 我们的回应 则是对自身修养的考验 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 拥有包容之心的人 能够化解矛盾 温暖人心 让生活因理解与宽容 而更加和谐美满 总之 人生在世 无论是追求幸福 知足常乐 还是培养包容之心 都是一场心灵的修行 让我们以感恩为周 知足为藩 包容为舵 乘风破浪 向着更加美好的彼岸航行 原文所述 实则蕴含深刻哲理 以下乃其正事 而富有创意的 古讯有云 相由心生 命由天造 若人心胸宽广 精神风盈 其外在风貌与内在气质 自会超凡脱俗 意义生辉 反之 若心灵停急 即便如何挣扎于事 那份由内而外的困顿与匮乏 亦难以掩饰 须知 有时导致个人境遇困窘的根源 并非全然归咎于外界环境 而是自身那股难以忽视的贫向 不经意间流露 往往源于频繁导入的误区 不妨自省 这些令人步入穷途的傻事 你是否也在不经意间为之 大道至简 诚信为本 在人际交往的广阔天地里 诚信犹如基石 一旦缺失 便如空中楼阁 难以立足 孩童时代 或许尚可凭借稚嫩之名 为偶尔的失信行为 寻得一丝宽容 若岁月流转 步入中年 若仍无信不利 则必遭人疏远 因成年人世界里 最不容忍的便是欺骗 一旦承诺落空 且无合理解释 失望之余 便是信任地崩塌 随之而来的是 社交圈的边缘化 对中年人而言 信誉一旦受损 无论是情感交流 还是经济往来 都将陷入困境 因为人们心中已筑起高墙 难以逾越 即便日后 你如何努力弥补 那份先入为主的负面印象 如同烙印 难以抹去 毕竟 人们曾给予你信任 期待成为挚友或合作伙伴 而你的回应 却是辜负与欺骗 试问 谁愿与失信之人为伍 谁又敢与这样的人 共谋发展 答案不言而喻 因为没有人愿意 一再承受背叛之重 更无法容忍真情的错付 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 生活如同一场 没有硝烟的赛跑 压力与焦虑如影随形 内心难免泛起浮躁 与易怒的波澜 然而 过度的急躁与愤怒 如同无形的利刃 不仅伤人一伤己 让人在极端情绪中迷失方向 逐渐丧失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 面对这样的困境 我们或许应学会放慢脚步 于纷扰中寻找一丝宁静 审视那些生活中的魔幻瞬间 学会在喧嚣中寻觅心灵的栖息地 唯有如此 方能在这纷扰的世界中 保持一颗平和之心 不被力气所吞噬 活出真我 拥抱更加充实 而有意义的人生 在当今社会 不乏有人为迎头小利 而争执不休 有人因他人无心之言 便怒不可遏 更有甚者 在某些抉择面前 轻易抛弃了内心的准则 这些看似荒诞不惊的现象 实则深刻揭示了一个道理 若现代人继续秉持此等性情行走于世 快乐与满足将遥不可及 试想 一个终日怒火中烧 行事急躁 且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之人 其结局又怎能不令人唏嘘 难道人生的诡计 注定只能徘徊于贫瘠与困顿之间吗 贫穷与卑微 往往伴随着一种沉重的力量 它不仅侵蚀着个人的财富积累 更悄无声息地影响着家族的未来与希望 在我出涉事实之际 祖母常以他那宝经风霜的智慧告诫我 人生路上 若一位贪恋眼前的小利 最终失去的将是更为宝贵的长远与自我 世间多数人 似乎都难以摆脱捡了芝麻 丢了西瓜的宿命 他们热衷于追逐那些微不足道的利益 不惜牺牲自己的尊严与生育 到头来 往往得不偿失 因小失大 这四个字 恰如其分地概括了这种短视行为的悲哀 那些缺乏真才实学 只知基于他人成果之人 他们的事业被狭隘所限 格局难以拓展 最终只能落得个孤家寡人 狼狈不堪的下场 古语有云 富人思来年 穷人故眼前 这不仅仅是财富多寡的差距 更是眼界与格局的天壤之别 穷人往往局限于眼前的一小片天地 而富人则放眼四海 胸怀天下 正如古人所言 井底之蛙不可于海 下重不可言兵 这便是认知局限的悲哀 再者 缺乏谦卑与敬畏之心 亦是昭致不幸的根源之一 老字在《道德经》中云 敦兮其弱谱 旷兮其弱谷 此言告诫我们 为人应敦厚质谱 胸怀应如山谷般深邃广阔 这便是虚怀弱谷的真谛所在 敦厚谱时 让人脚踏实地 远离奸诈与算计 虚怀弱谷 则让人保持谦逊 不焦不燥 然而世间却有两类人 极易陷入穷困潦倒的境地 其一 便是那些习惯于斤斤计较 心机深沉之人 他们或许能一时得逞 但须知 天道轮回 算计他人者 终将被命运所算计 因此 少些算计 多些真诚与宽容 方是正道 在人生的长河中 和谐共处的氛围 尤为珍贵 谈及人群中的另一类 那些因过度骄傲 而难以自持的个体 他们自视甚高 是万物皆不如己 这份缺乏谦逊之心 实则是自我毁灭的催化剂 故而 秉持谦逊为人 敦厚处世的原则 方能让人生之路 越走越宽广 贵气自然而生 对于那些忘却感恩之心的人而言 他们的内心世界 仿佛被一层厚重的阴霾所笼罩 既看不见他人的温暖与帮助 也无视了世间诸多恩情 他们的眼中唯有私利 将他人的善意视为无物 甚至肆意践踏那些真心相待的情意 最终 他们的生活往往陷入贫瘠 与苦涩之中 常言道 为人可以不求卓越 但绝不能失去善良 可以不避光芒万丈 但定要心怀感激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谁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 援手相助是情分 袖手旁观亦是本分 面对帮助 我们应铭记于心 若无人相助 亦应泰然处之 他人的援手是难得的幸运 而全心全意的帮助 则是无上的福祉 每一位真心相助之人 都是希望我们过得更好的天使 而感恩 便是我们回馈这份善意的最佳方式 人性之中 最大的悲哀 莫过于不懂感恩 古语有云 斗米养恩 但米养愁 不懂感恩之人 非但不铭记你的善意 反而将你的过失铭记于心 无论付出多少 都难以触动其心 他们不断辜负他人的善意 久而久之 当真正面临困境时 便会发现周围已无人愿意伸出援手 因为他们的自私与冷漠 早已耗尽了旁人的善意与耐心 这样的人生活自然难逃贫瘠 与纷争的困扰 终日沉浸在抱怨与争吵之中 曾欲依同事 才华横溢 为单位之翘楚 然其性格中却有一大汉 即欲试一生埋怨 面对难题 往往情绪先行 理性退避 因此 尽管其能力出众 却先有领导 敢于为以重任 究其根本 乃是因其虽有才华 却缺乏内在的深度与稳重 难以托付重任 为人处事 内涵方为立身之本 内涵 即一个人对世界的独特见解 以及由此展现出的气质与风度 若一人出现极显威严 必是能独当一面的强者 反之 若欲试只会哀声叹气 则难成大气 因此 培养自身的内涵与修养 方能在人生的旅途中 行稳致远 此人若不自我反省与提升 只会如同暗影般 将周遭的温暖与光明一并吞噬 让周遭之人 共赴凄凉的深渊 正如古语所云 情绪如潮水 相互间能激起层层涟漪 个人若欲在生活的海洋中稳健航行 便需摒弃那无尽的怨对与消极 否则 不仅自毁前程 亦会波及他人 形成双重的悲剧 贫瘠之境 非天生宿命所归 时乃个人未能洞悉自我发展之道 未能在生活的棋盘上巧妙不局 扬长臂短 终至深陷泥潭 难以自拔 孔子之教会 修身为本 加其国制而后天下平 若连自我修养的基石都未稳固 和谈构建宏伟的事业蓝图 在这个时代 机遇与挑战并存 恰如双刃剑 既切割出前行的道路 也考验着每个人的意志与智慧 互联网浪潮汹涌澎湃 新兴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然而 许多人却选择安逸于现状 任由那些本应属于他们的璀璨星辰 在夜空中黯然失色 错失了跨越阶层的宝贵契机 有言云 闲人亦废 时代之伤 我的一位友人 十年如一日 在同一家公司默默耕耘 职位与薪水未曾有丝毫变动 我曾劝他勇敢迈出舒适区 探索更广阔的天地 但他以稳定为由 拒绝了所有的可能 岁月流转 青春不再 从前的无忧无虑 已被生活的重担所取代 他方惊觉自己已落后于时代的步伐 难以适应行业的变迁 最终 连那份曾以为牢不可破的稳定 也化为了泡影 此事警醒我们 若固不自封 拒绝成长 终将被时代的洪流所吞噬 唯有不断学习 方能激发内心深处的潜能 这股力量 如同深埋地下的宝藏 一旦被发掘 便能照亮前行的道路 赋予我们无尽的勇气与智慧 去应对生活中的每一个挑战 成就非凡的自我 这股不洁的能量 是推动个体 持续攀登高峰 不懈追求卓越的内在驱动力 唯有如此 方能在瞬息万变的时代洪流中 屹立不倒 免于被时代的浪潮所淘汰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 没有哪个行业 能够永恒地保持其稳固地位 更遑论 一份看似安逸的工作 能够成为永恒的避风港 昔日的稳定职业 或许在不经意间 便悄然转身 成为过往云烟 而突如其来的挑战与变故 更是如同疾风骤雨 让人措手不及 对于那些安于现状 拒绝成长的心灵而言 时间的流逝 不仅不会带来智慧的累积 与财富的增值 反而可能成为一场悄无声息的侵蚀 将他们的世界逐渐染上了贫瘠 与困顿的色彩 最终 这些未能紧跟时代步伐 缺乏进取心的人 或许会在不经意间 发现自己已身处困境 生活变得捉襟见肘 昔日的安逸与梦想 渐行渐远 留下的只是一片荒芜与无奈 因此 唯有拥抱变化 勇于挑战自我 不断学习心知 提升自我 方能在时代的洪流中乘风破浪 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在多数人的生活中 金钱扮演着基石的角色 他不仅是物质需求的满足者 更是提升生活品质 与便利性的关键要素 个人能否有效积累财富 往往与其行为习惯紧密相连 那些难以积蓄财富的人 往往受制于一系列不良习惯 导致精力与金钱的双重耗损 生活缺乏规划与节制 财富的流失 往往有其先兆 特别是当个体展现出以下特征时 更应引起警惕 审视自身是否溢在其中 一 则有不慎 亦陷困境 谷雨云 近诸者赤 近墨者黑 个人的社交圈 对其影响深远 结交不良之友 亦使人频繁遭遇欺诈与陷阱 在人际交往中 保持清醒的头脑至关重要 认识到唯有家人是恒久不变的坚实依靠 虽可携手外人共创财富 但需保持适当界限 时刻守护自身利益 由应避免混淆亲疏 将外人视为至亲 反将亲人置于对立面 这样的行为只会为外界不良分子 提供可乘之机 导致财产损失 例如 柳州市廖立峰先生的案例 便是深刻教训 因亲信朋友 而陷入非法借贷 与投资失败的双重困境 最终背负巨额债务 生活轨迹发生巨变 二 过于仁慈 缺乏决断 在商海浮沉中 如吴先生般 因心慈手软 而错失良机者不在少数 面对竞争对手 他本有机会 采取更为果断的措施 却因不忍而错失良机 反被对手所伤 最终导致创业失败 经济损失惨重 此案例警示我们 在追求成功与保护自身利益时 适度的狠心与决断力 同样不可或缺 综上所述 财富的积累与守护 既需明智的则有关 也需事实的决断力 唯有如此 方能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 稳健前行 实现财富的稳健增长 与生活的和谐美满 在职业生涯的抉择中 若您无意攀登企业之巅 亦无自主创业的宏图 那么秉持善良之心 无疑是一种美德 反之 若您立志成为引领企业的舵手 投身于创业的激流之中 则需展现出足够的坚韧与决断 因为在这个充满竞争的世界里 若您不展现出足够的果敢 他人便可能对您采取更为激烈的手段 审视当今那些 引领行业潮流的巨头企业掌舵者 无异不是以非凡的决断力 与坚韧不拔著称 诚然 缺乏这种坚定与魄力 难以成就如此辉煌的基业 更难以在山海的风云变换中 屹立不倒 在金钱与利益的博弈场上 唯有具备足够的决断与坚韧 方能站稳脚跟 一旦踏入追求财富的征途 便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竞赛 要么您超越对手 要么被对手超越 这便是商业世界的本质 至于善心 它无疑是社会和谐 与个人品德的光辉体现 但在商业领域 它往往需要与更为理性的决策相平衡 再者 谈及思维速度与适应时代的能力 狠心果断的性格之所以备受推崇 是因为它能有效抵御外界干扰 促使个体迅速而冷静地做出判断 人的心智由理性与感性交织而成 过度偏向任何一方都可能导致失衡 理性过强 可能削弱情感共鸣 而感性泛滥 则可能阻碍理性思考 在商业环境中 过于感性的人 往往因思维固化 而难以跟上时代步伐 最终被淘汰出局 相反 理性之人能够敏锐洞察市场趋势 巧妙运用人心策略 推动自身目标的实现 因此 培养理性思维 勇于摒弃陈规陋习 是提升个人竞争力 把握财富机遇的关键 最后 关于财富与欲望的关系 我们必须认识到 赚钱虽不易 守财更难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 人们往往 容易因欲望的膨胀 而失去理智 盲目扩张 最终导致失败 正如我那位朋友的故事 所揭示的 成功后的盲目扩张 往往因缺乏深思熟虑 而陷入困境 因此 在追求财富的同时 保持清醒的头脑 合理规划目标 是确保长期成功的关键 在经历了所有积蓄的亏损 并背负了超过三十万元的债务后 我们深刻反思 当财富累积之时 务必警惕 务让金钱蒙蔽心智 财富的快速增长 更应促使我们放缓脚步 保持头脑的冷静与清醒 若任由欲望趋势 其膨胀将可能引发无法承受的后果 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 切记 财富的增长需循序渐进 每当收入 加速涌入之际 恰是自我提升与稳健决策的关键时刻 此外 应避免四处炫耀 以免招致不必要的关注与潜在风险 金钱 既能赋予人快乐与幸福 也可能成为是非与灾难的源头 一些人因财富增长而沾沾自喜 过度展示其财富与生活状态 此举不仅易引发他人嫉妒与不满 更可能使自己成为他人觊觎的对象 从而陷入麻烦与危险之中 人心复杂多变 金钱面前游慎 因此 保持低调 不轻易暴露财富 是保护自己的智慧之举 与人交往 应秉持谦逊与理性的态度 远离炫耀与攀比之心 若想稳固自己的财富 低调行事 不是张扬 是必要之道 在成年人的世界里 有一种不成文的智慧 默默积累 成就非凡 金钱作为人生追求的重要部分 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正如古语所云 一文钱难倒英雄汉 经济困境 常使人步履为奸 随着年岁的增长 与阅历的丰富 人们往往趋向于 更加内敛与沉稳 观察生活不难发现 那些真正具备实力的人 无论是言谈还是举止 都透露出一种低调的自信 他们深知满招损 牵授意的道理 懂得在低调中保护自己 避免不必要的纷扰 炫耀 从不是内心充实的标志 反而往往是内心空虚的外在表现 真正富有之人 往往选择在低调中 享受生活的安宁与满足 在人生的广阔征途中 我们应当秉持谦逊之态 智者往往选择内敛 而非炫耀 低调 作为一种深邃的智慧 与高尚的生活哲学 贯穿于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与角落 无论境遇贫富 皆能赢得他人的尊重与钦佩 对于普罗大众而言 财富乃心情耕耘之果 亦是未来安稳生活的基石 唯有深刻理解并实践财富的守护之道 方能确保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 免于金钱之余 进而拥抱生活的宁静与幸福 人生犹如一场无终点的马拉松赛跑 持续奔跑中 保持不洁的前进动力 与乐观向上的心态至关重要 在追求财富增长的同时 亦需掌握理财之术 确保财富稳健增长 为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 奠定坚实基础 关于防范财务损失的策略 需结合家庭实际情况 细致分析并采取相应措施 首要之物 乃凝聚家庭力量 以善良为本 集思广义 共同抵御外界风险 辨识并规避潜在陷阱 其次 个人道德品质的提升 亦不容忽视 当道德水准与财富积累相辅相成时 将形成良性循环 促进家庭与社会的和谐共进 再者 面对财务损失 应迅速采取止损措施 铭记破财消灾之古训 从中汲取教训 及时补救 避免重蹈覆辙 最后 应铭记家父而欲减 家穷而欲勤的古训 无论家境如何 都应保持勤勉与节俭的美德 持续努力 为家庭的美好未来添砖加瓦 共创辉煌